下面请同学们把书放到二十四页,我们来学习乐曲从前。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首乐曲的开头没有升降号,所以这是一首C大调的曲子。 四三拍的节奏,主要老师想要这里说一下这首曲子中的还原记号,这是我们一个新的知识点。 同学们看到这首曲子第二行的第四小节。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两端出头的小方块一样的符号,这样的符号叫做还原符号。 还原符号可以还原升号和降号,即将升或者要降的音还原成没有升或者降的音,也就是还原成之前的符号。 在这首曲子中,如果还原的是调号中出现的这个音符号,那么我们只还原这一小节的这个音。 如果还原的是这首曲子中出现的降号或者升号的音,那么这个音之后所有的音都将被还原。 以这首曲子为例,我们看到这首曲子中第二行中第三小节有一个升发。 在第二行中第四小节,这个升发被还原了。 也就是说,在这首曲子中,这个还原记号之后所有的升发都将被还原为发。 下面我们来进行这首曲子的学习,我们依然采用左右手分开的方式进行练习。 在右手的弹奏中呢,我们依然采用慢速连奏的方式来进行演奏。 练习的时候,注意自己的指法以及手形。 下面呢,老师来示范一遍。 mez家。 3255. 3255. 4256. 3256. 5256. 5256. 5257. 注意重量地转移。 5256. 5267。 6268. 5266. 5266. 6266. 注意重量的转移以及手指的放松 同学们,你们都清楚了吗?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左手 左手依然采用连奏的方式去进行练习 同学们依然需要注意指尖重量的转移 以及手指的放松与直发 高抬趾 重量的转移 依然高抬趾 伸发 我们要寻找机会让左手放松 比如说可以进行 这个手腕提起来,右手进行放松 那么下面呢,老师将左右手一起来进行合奏 弹奏的时候,同学们注意 左右手的配合 以及手指在弹奏过程中的重量转移和放松 还有节奏与直发 还有节奏与直发 放松 伸发 伸发 弹奏与直发 弹奏与直发 还原发 同学们 你们都清楚了吗 那么下面 老师再来示范一遍 注意走的手的配合 放松 还原弹 注意肩膀放松 下沉 下面请同学们 把书翻到第26页 我们来学习这首爬升 在这首乐曲中呢 讲到了分解和弦 下面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和弦 我们钢琴本身呢 是一种和声性的乐器 钢琴作品中 大多数都属于多声部的音乐作品 这些作品中 我们肯定都会听到一些和弦 或是由和弦分解而来的一些伴奏和弦律 和弦是我们乐理上的一个概念 和弦是我们乐理上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一定音程关系组成的一组音 比如同学们听到的 这个和弦呢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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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弥松组成的 或者是 这个和弦呢 是由 抖发拉组成的 还有比如这样的和弦 这个和弦由 西改修组成 他们都是按照一定的音程关系组成的一组音 和弦听起来 它的音色很和谐 也更加的饱满 立体 具有音乐的美感 因此在弹奏的时候 和弦被大量的使用 我们和弦的种类有很多 比如大三和弦 小三和弦 还有大小七和弦等等 它们都是按照一定的音程关系来进行排列的 具体的以后老师再给大家一一讲解 下面老师来讲解一下和弦的弹奏 我们先来看看右手 在右手和弦的弹奏中有四个要力 第一个我们需要摆好手型 也就是老师通常讲的 以掌关节作为支撑 我们手指要站稳在前借 不要趴下 一定要站稳在前借 搭好了这个手架子以后呢 我们以这首歌曲中的 这三个音为例 当搭好了这个手架子以后 我们三个音和弦的弹奏中三个音要齐 齐齐的落下 同学们可以听一下这种共鸣的效果 三个音一定要齐齐的落下 然后呢 再同时抬起来 第二点呢 老师需要讲一下这三个音的力度 我们都是平均的力度 然后同时的下键 用力呢 是均匀的 在我们弹奏和弦下键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依然将整个手 手臂手部的重量传送到指尖 然后落在它的键盘上 这样呢 我们的琴音听起来非常的通透 在和弦弹奏的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都是通过大臂带动小臂及手部来完成 同学们可以看看老师的示范 大臂带动小臂 下键 将整个手部的重量都转移到我们的手指 然后抬起 都是大臂来带动整个过程 这几个点呢 同学们需要在练习的时候自己来体会 下面老师再来讲解一下左手 也是以 这三个音为例 同样我们需要搭好手型 用小拇指 三指以及大拇指去进行弹奏 整个手型搭好以后呢 我们的手指也需要力度均匀的下落 并且同时的下落 然后同时的提起 在弹奏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大臂去带动小臂 以及整个手部去进行运动 重量呢 也是由 整个大臂小臂的重量传送到指尖 然后下沉在键盘上 在弹奏和弦的过程中呢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手部进行一种放松与调整 同学们在弹奏和弦的时候 一是要注意和弦的共鸣效果 也就是我们的手指在触键的时候 一定要齐齐的落下 第二点呢 我们手部它的用力是均匀的 第三点 我们需要注意将整个手臂的重量 传送到我们的指尖 然后下沉到我们的键盘 第四点呢 我们就需要去注意手部的放松与调整 大臂带动小臂 以及整个手部去进行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对我们手部一种放松与调整 下面老师再来示范一遍左手 这个手臂的重量下沉到键盘 这个时候我们的指尖仍然保持站稳 站立在键盘上 在大臂带动的时候 这个手臂进行放松与调整 右手也是一样 重量下沉在指尖 然后沉入键盘 大臂带动 然后进行积极的放松与调整 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 注意用耳朵去倾听和弦的这种共鸣的效果 一定要注意 几个音是同时均匀的下落在琴键上 下面呢 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分解和弦 顾名思义 分解和弦呀 就是把和弦按照一定的顺序分解了进行弹奏 以我们这首爬山为例 其实呢 这首 这首曲子就是把我们的 弦 降弥 松 这个和弦来分解进行弹奏 分解为 这三个音 好了 同学们 这首曲子我们依然采用左右手分开的方式来进行演奏 先来看一看右手部分 我们先来认一下谱 第二小学中出现了一个降号 降咪 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咪需要降低半个音降为 这个音 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我们练分解和弦的时候 特别需要留心和注意的就是分解和弦的直法 因为和弦的直法相对固定 那么我们分解和弦的直法 基本上都是根据和弦的直法演变而来的 所以在弹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直法 下面老师来弹奏一遍 依然它用连奏的方式进行 降咪 和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都需要去感受 是指尖重量的转移 以及 指尖的放松去之后 去自己做一些休息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左手的部分 特别需要注意的 也是在我们的分解和弦中 直法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 一定要遵从书上的直法来进行练习 我们依然采用连奏的方式去进行演奏 同样需要注意感受指尖重量的变化 以及 自我去进行手指的放松与调整 在弹奏的整个过程中啊 老师还要提醒大家 注意我们肩膀的下沉与放松 千万不要去抽动肩膀进行练习 一定要将整个手臂的重量 全部转移到指尖 下面我们来进行左手的练习 练习 深发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左右手合起来 进行练习 这个地方呢 老师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三小节 第三小节呢 是我们的左手去弹我们的高音符号中的DO 也就是这个音 这个地方 左手需要跨过右手去进行弹奏 在弹奏的过程中呢 我们左手的手臂 小臂的部分和手腕 需要抬高 给右手的弹奏留出一定的空间去进行弹奏 但是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肩膀也是一样都是下沉的 整个手臂的重量依然是传送到指尖 第三小节呢 需要同学们去多加练习 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首曲子的一个难点 下面老师来弹奏一遍 中文字幕提供 注意左手的跨越 演奏的地方 同学们同样需要去注意 同学们可以发现呀 在这首曲子中呢 我们左手右手的配合 难度逐渐加大 特别是我们左手跨越的这个地方 这个呢 需要我们同学在练习中多加去注意 我们仍然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整个手部力量的转移 还有我们这首曲子中所出现的 身号和降号 同学们在认谱和练习的过程中呢 不要忘记了 下面老师再来示范一遍 在这一遍的练习中呢 老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在我们只有左手弹奏的时候 我们右手去注意放松和休息 而只有右手弹奏的时候 我们左手需要去注意放松和休息 当左右手一起弹奏的时候 我们需要寻找合适的机会 让左右手同时进行放松和休息 手部的放松与调整 在钢琴的练习中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同学们用心去体会 在这一遍的练习中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同学们 下面呢 我们来进行拜额的学习 拜额是我们钢琴基础练习中 一本很重要的教材 请同学们认真对待 重视起来 下面我们把书翻到第六页 今天我们将着重训练 右手的初届练习 学习第一二三条 在拜额的练习中呢 我们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个是我们拜额书上 所出现的指法 都是固定的 在练习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循 拜额书上的指法来进行练习 并在脑海中形成固定的记忆 将这种指法记在我们的指尖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老师要说一下 手指的触见的问题 在手指下落的时候 前一个手指就应该迅速的离见 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指 起和落的时候 是同时进行的 这是我们拜额训练触见的一个要点 第三点呢 在我们手指的触见过程中 我们的手指要做到平稳 扎实 用力要均匀 不要过猛 这是我们练习中需要注意的三点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学习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第一条 第一条中呢 我们是一指和二指进行练习 在练习的过程中 我们依然是指尖触见 注意 齐落和齐提 这之前呢 老师也是讲过的 那么下面就来看一下老师的示范 抬起我们的一指 落见 抬起二指 二指下落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指要迅速的离开 请见 二指下落和一指 抬起 这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我们再来换指 一指下落 二指提起 同时进行 二指下落 一指提起 同时进行 在整个练习的过程中呢 同学们可以注意到 其余几根手指 老师都是微微的弯曲 高高的排力键盘 这样呢 防止碰到其他的键 但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手指切记 不要像这样 不要像这样 这样伸直 这样呢 是不对的 我们其余 不去触间的手指 也要做到 微微的弯曲 这样才是我们正确的钢琴弹奏的手型 那么下面 老师再来弹一遍 注意用力的均匀 肩部放松 整个手臂的重量 都是沉在我们的指尖 高高的抬起 我们的二指 我们高高抬起的时候呀 同学们要去注意 是我们掌关节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手指的根部 去抬起我们的手指 对于我们刚刚 开始练习的同学呢 我们的手指尽量的抬高 然后 手指 落下 迅速的落下 这样的再琴键 注意我们换指的动作要迅速 然后 抬下 然后再换指 下面 老师来进行一遍完整的示范 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用很慢的速度来进行练习 并且每一条都是反复多次的练习 下面看一下老师的示范 慢速 做到每一个动作的标准 高高的抬起 换指 力度均匀的 去弹奏我们的琴键 用指尖触键 再来一遍 迅速的换指 高高的抬起 其余几根手指 注意抬起弯曲 同学们也要注意肩膀的下沉 以及手指力度的转移 再看 再看一遍 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也用老师的这种速度 慢速去进行练习 注意把手型做标准 严格遵从书上的指法进行练习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条 在第二条中呢 我们用一指 二指 和三指 去进行练习 要领和第一条是一样的 下面老师来示范一遍 高高的抬起一指 迅速的落下 抬起二指 落下的同时抬起一指 一指迅速的离间 然后高高的抬起三指 二指迅速的离间 我们再来一遍 一指 抬起二指 一指离间 抬起三指 下落的同时二指离间 在弹奏的过程中呢 我们仍然需要去感受指尖重量的这种转移 整个肩膀一定要放松 将手臂的整个重量都集中于指尖传送到键盘 抬起 这样呢我们弹下的琴音 才是通透的 第二条我们仍然需要反复多次用慢速进行练习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条 第三条呢是一个下行的练习 从三指开始 我们同样需要高高的抬起三指迅速的落在琴间上 抬起二指 落在琴内的同时三指迅速抬起 一指也是一样 弹奏的过程中呢 我们仍然需要去感受指尖重量的转移 并且寻找合适的机会去放松我们的手指 这是对手指进行一种积极的调整 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体会 这对于我们后期钢琴的学习啊是非常重要的 同学们再来看一遍 高高的抬起迅速的落下 用我们的指尖去先前弹奏 我们手指的触键呢是平稳的 并且很扎实 用力呢也是非常均匀的 败乐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种过程中呢 去完成我们标准的手型以及指法 这才是我们整个败乐需要训练的重点 所以我们必须用慢速 还有反复多次的进行练习 让手指形成一种记忆 记住这种指法 记住这种手指弹奏键盘的这种感觉 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乐曲 芭蕾演员三只虾老鼠 从前爬山的学习 了解到了调号 一个降号的是我们的F大调 一个升号的是我们的G大调 我们还认识了还原记号 分解和弦 同学们在平常的练习中呀 一定要注意乐曲中的升降号和还原记号 初期练习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左手和右手分开来进行练习 熟练了以后呢再进行合奏 合奏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左右手的协调与配合 还有整个乐曲的节奏 同学们在练习中尽量用慢速来进行练习 熟练了以后呢再逐渐的加快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是 我